社务腺肥大 我们无法躲掉的风险 一样 一个是年纪 一个是基因 今天如果你的父亲 有社务腺肥大 你可能自己也是要小心一点 自己有这样子的风险 那当然其他的部分 我们自己的观察 社务腺会在某一些时间 突然间急速的变大 那当然有一些因素 可能就有关系 然后社务腺肥大 跟男性荷蒙有关系 那这牵涉到一个 很吊诡的地方 男性荷蒙最高的时期 是在青春期 那为什么社务腺肥大 不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最大呢 而是在老了之后才发生 有人说是跟男性荷蒙 跟女性荷蒙的一个比重 是有一点关系的 当然还有年纪大之后 就会累积了一些 麦奇兵包括糖尿病 包括一些生活作息 那可能会包含一些饮食 长期的一个 氧化性的一个发炎跟累积 那都已经回到一个时间之后 就开始突飞猛进 那所以一样 在所有统计里面 社会性大小 只有跟一个因素 是有最直接的关系 就是腰围 腰围大包含了你年纪大 包含了你可能有糖尿病 那也可能会有一些 新人代谢的问题 那也可能会有一些 平常饮食部分 不好的习惯 还有它可能会增加 女性荷蒙的含量 因为脂肪会有这样的效果 所以腰围大是一个万恶之源 那可能就是总结 就是跟社会性肥大 是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